就算沒有被中央列入第七類族群的施打疫苗 但是雙北市這兩天 還是替大約五千多位的捷運跟公車駕駛 站務人員來接種疫苗 好多問長都覺得 他們每天開車面臨染疫風險 其實很大 現在打了疫苗之後 覺得安心不少 就算三級警戒期間 許多民眾可以在家上班 但公車司機照樣得開車四處趴趴走 台北市六號上午就在陽明院區 為第一線風險等級高的司機 優先接種疫苗 台北市這兩天為公車捷運等 交通樞紐從業人員 大約兩千到兩千五百位打疫苗 新北市方面也有動作 新北市長霍佑儀視察兩千九百六十九位 公車捷運駕駛站務人員 接種疫苗情況 面對臺南市長黃偉哲批評 全國疫苗都讓給雙北優先 侯友宜這樣回應 所有的疫苗都是按照中央的分配來辦理 最重要的是因為疫苗都不夠 所以有些可以施打 有些沒有辦法施打 會被覺得有相對的博多感 所以我還是在這裡呼籲中央疫苗 趕快採購 至於新北市六號開放七十歲以上 長者網路預約施打疫苗 已經有三萬九千人完成預約 幸好系統順暢不會卡卡 沒再引來民怨 華視新聞 江聖宏黃瑞霖台北報導 拜託